嘿,歡迎來到我的2022年十大最喜歡的年度電影排名 那在這之前我們會先提一下沒有上榜但我覺得不錯看的容易提名 看你往哪跑 子彈列車 揍 雅典娜 RRR雙雄奇異 西線無戰士 如果屢知道 大部分的電影都可以在網路上的串流平台找到並且觀賞 接下來會從2022年的電影當中挑出來我最喜歡的前十名 第十名是伊尼瑟琳的女妖 故事內容在講兩個人一個叫康姆一個叫做Patrick 然後有一天康姆他決定不想繼續再跟Patrick做朋友了 整部電影就是在講一個這麼簡單的劇情 但他同時有用他們兩個的友情去反射了這個可能艾爾蘭內戰 或是有帶到一些可能艾爾蘭的傳說啊 然後他們兩個友誼的破裂是如何的越演越激烈 甚至到最後有點走向毀滅的一個過程 這部電影的優點是他的人物演技非常的樸實 像柯林法洛飾演的角色就是一個比較本土 比較鄉下的老實人 電影比較慢節奏的地方 又會插入非常多優美的外島景色 所以你不會因為他的故事簡單或是步調變慢的時候而覺得無聊 第九名是《束縛》 這部電影會在台灣的2023年2月10號上映 故事舞台設定在1877年的奧地利 講述倩倩公主即將迎來她40歲的生日 然後因為她不敵歲月的摧殘逐漸衰老 因為她外貌的變化逐漸影響到她的心理狀態 我們可以看到她要面對的是眾人的目光 還有丈夫對她的日前失蹤 在片中雖然你看得到倩倩公主生活在一個非常豪華 非常富裕的一個宮殿裡面 但是就是有一股凝重的窒息感 本片的重點擺在倩倩公主她的情緒如何漸漸地影響她每天的生活 她不願意屈服於丈夫把她當作花瓶一樣的看待 並用她自己的方式去做反抗 所以其中就包含了非常多複雜的情緒 前面有提到說故事是發生在18770左右的奧地利 有一故事是在講述宮廷貴族的生活 如果你是很喜歡這種風格和氛圍的人 他們的服裝和打扮都是你很喜歡的元素的話 光這點就非常值得去看這部片 至於第二個點是她的劇情方面 除了敘述倩公主以外 還有比較深層的就是剛剛講到的心理轉變的部分 另外可以注意到的地方是 導演用了現代歌曲當作這部電影的主要配樂 我覺得她選的這個音樂是有相當符合這部片的風格 這樣的配樂給人的意象是非常足夠的 在充滿叛逆的氣氛底下加上些許的憂鬱感 非常符合倩倩公主她的心境 接下來第八名是日曆 故事在講一對單親的婦女 他們一起去度過了一個假日的時光 這暗停之下是一個充滿感人親情的劇情故事 但其實如果你看到最後 會多了一層不同的意義在裡面 而這也是這部作品令人印象相當深刻的地方 同時她給的後勁也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我甚至在看完的時候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眼睛已經泛淚了 而這部電影它厲害的地方是 你的感動來源是透過對於電影的理解 你自我消化去思考之後得到的結果 這樣的感動是比畫面直接演出來給你看 還要更深層的一種體驗 同時婦女的演技也非常真摯非常真實 你會把他們當作一堆現實中的婦女去看待 而不是覺得他們在演戲 除了結局以外 她在片中縮小的氛圍也非常有感覺 像鏡頭常常會帶到戰乱的天空配上泳池的畫面 尤其是在轉場之間的運用 就好像把天與地交融在一起一樣 本片也有點像是在探討成長類型的電影 但它最主要的重點還是 聚焦在婦女這對角色身上 尤其是角色的心理狀態 這是一部偏向適合去意會 很難去用言語形容的作品 再來第七名是 終有部分真實的未記事 這部是2022年末 在Netflix上映的一部 墨西哥黑色喜劇劇情片 導演是阿里安佐伊娜利圖 他之前比較著名的電影 有像是鳥人以及神鬼獵人 兩部都是非常優秀的作品 那這次的終有部分真實的未記事 先講一下他的片名 那時候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也覺得他的標題很新鮮 那終有的意思就是 他是一個佛教術語 他是在講說 當生命結束 輪迴要在重生的時候 中間的這個時間 叫做終有 那這部電影裡面 正是在表達這樣的一個意象 然後整部片他是用一個 魔幻寫實的方式去呈現 魔幻寫實是一種文學的敘事技巧 這種敘事技巧的一個特色是 他的內容會看起來超乎現實 魔幻寫實主義 他會把這個世界形容得非常荒唐 非常古怪 而且繁複無常 你可以把他想像 他會把現實描述成一種 全然流動的狀態 就像水一樣 故事裡的角色 會把他們看到這些 不合理的事情 當作理所當然 那這樣的敘事手法 可以達到一個效果就是 會讓觀眾覺得很有趣 會想知道他到底在演什麼 還有一個特色是 他的畫面非常的飽滿 我們可以發現到 他是用一個比較廣角的鏡頭 去拍攝這部片 然後裡面總是塞滿了很多演員 或是細節 各種東西 是一部重複觀看性很高 可以不但發現裡面不同寓意的一部作品 再來第六名是北方人 北方人這部片非常適合在大英女上觀賞 因為他是一部實施的歷史動作精神片 他有非常多美麗的壯闊的場景 故事在講述一個年輕的偽金王子 為了找出他的殺父仇人 而展開了一段復仇故事 聽起來像是雙片動作片 他確實是動作片 但他不是雙片 因為導演Robert Agnes 他不是用一個英雄主義去拍攝這部電影 這個主角他不是一個不敗的化身 他有可能受傷或是被魯為俘虜 他有可能會經歷過許多的失敗 甚至不一定能夠成功的復仇 至於其他角色的表現 像是安亞太勒和尼可基曼飾演的角色 他們雖然在鏡頭和台詞沒有主角那麼多 但是輪到他們表現的時候 他們也能夠為觀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了上面敘述到的優點以外 北方人更是一部考驅為驚人史詩 而且加入了導演個人風格的動作歷史精神片 再來第五名是MOTHER多重宇宙 這部很有可能拿下2022年的奧斯卡金像獎 大部分的觀眾看完之後都獲得非常正面的評價 這是一部美國的科幻電影 劇情雖然簡單但非常有效果 他主要是在講親情的關係 但是他用了非常奇幻的方式 加入了多重宇宙的概念去呈現這部片 所以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資訊非常龐大的感受 達尼的兄弟這位導演 在簡緻還有視覺特效上 用他們新奇的點子去取代一些很昂貴的CG特效 而他的成品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看完這部片的感受 就好像你出去玩了三天兩夜 感覺非常充實非常飽滿 就好像是經歷的情緒上的雲巷飛車一樣 本片包含的類別非常多 像是舞打場面或是瘋狂怪誕的劇情 就好像是帶你穿越了一個又一個的平行宇宙 在目眷神秘的同時讓你動容 也樂死不疲 OK 聲音有點可憐 但... 是真的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部分是 本片的男主角關紀維 他在演這部電影之前 他已經20年沒有演戲的狀況 再度回到大一幕前 這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也需要很大的勇氣跟機會 在電影裡也可以看到他表現得十分優異 尤其是在這個霹雳爆的舞打場面 經過數週的訓練之後 只用了兩次 就拍攝出了這些困難的動作場面 好 再來我們來看第四名 塔爾 他是一部未人物傳記 我不得不說我會注意到這部片的起因 是他的預告片剪得非常好 預告片他呈現出的是一個 有點心理驚蟲的風格 但是正片是比較偏心理劇情 不過這也不影響他這部片的精彩程度 故事來講一位非常厲害的女子回家 接著我們看到他因為自己的一些人格缺陷 導致他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的一個過程 這部電影的音樂以及電影攝影色調等等 其實都非常深層的 他在一些細節的部分裡面發生到 因為主角他的心理不穩定 可能會產生幻聽甚至幻覺等等 但是他又不會太直接或是太聚焦在這個部分上 他盡量把虛的部分壓到最低 然後把實的部分多呈現給觀眾看 時間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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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法開始 在片中也提到許多的音樂家和指揮家 他們過去的生平 我們找女主角Lidia她對這些人褻毒 就可以進一步地反映出 主角的個性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不要... 不要... 正如他說的 當指揮家的雙手舉起時 時間才開始流動 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重要 並且無法被取代的存在 儘管Lidia Tar她是作為一個虛狗的人物 但是我在看的時候 這部作品給我的感覺 她是一個虛虛如山的角色 因為重點不是在於她有多成功 而是在成功的背後她所隱藏的人格缺陷 這才是使她的這部作品相當優秀 並且好看的原因 接下來就是前三名 我的第三名是女巫不孤單 節目我是在11月份的金馬影展看的 故事在講述女主角 在她16歲的時候 從女巫身上獲得了一個特別的能力 這個能力能夠讓她去體會不同人生 於是她來到了一個村莊 去體驗了當男人、當女人 以及當小孩的生活 她在這段旅途之中 也體會到了什麼是痛苦 什麼是親情與愛情和友情 這部電影有非常多的寫心畫面 但依然不影響她非常絕美的這一點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部限制集的劇情片來看待 她寫心的那些部分並不是刻意要去驚嚇觀眾 而是劇情鎖到直處自然就會發生的事件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這部電影的地方是 她的故事敘述方式還有她的音樂 先來講她的敘述方式 我們在很多地方的時候 都會透過女主角的內心獨白 去了解這個世界 但是她因為長年沒有和人接觸 也沒有受過教育的情況底下 她大部分都會用形容詞 或是比較抽象的方式去描述她所感受到的東西 我會把她的故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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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內心獨白加上音樂的渲染底下 再配合畫面真的就把這部片提升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境界 但我覺得這樣的電影的客群是有限的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會喜歡這麼隱晦的敘述方式 如果你對於寫心的畫面是可以接受 並且比較不排斥意識形式的劇情呈現方式的話 那我想就會和我一樣非常喜歡這一部《女巫不孤單》 接下來第二名是《瘋狂服作用》 本片是瑞典導演盧奧斯倫的作品 並且拿下了《看追影展》的《金棕女獎》 那我為什麼會把它放在第二名呢? 除了它是我最喜歡的電影類別之一以外 也就是黑色幽默喜劇電影 同時它從頭到尾都讓我感到非常被娛樂 本片分了三個章節 然後在第一個章節的部分 導演把自身的經歷拿出來和觀眾去做一個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男女主角 因為吃飯到底誰要付錢這件事和起了爭執 還有就是男女在觀念上不同的地方 看的時候就會感覺非常有趣 因為這是現實的確有可能上演的情節 我覺得整部電影導演都是用一種深入前出的方式 去呈現他所觀察到的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 也許在電影裡面用的比較荒唐比較瘋狂的方式去呈現 但我覺得這也是這部片非常有娛樂性的其中一個原因 它會講到讓你心有氣息焰 同時它又站在一個中立的角度不去做批判 而是作為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去陳述一個事實 這部片的結尾力道我覺得是非常強的 這部片的結尾力道我覺得是非常強的 但它的後勁跟前面我講的讓你感動的那種後勁是不一樣的 它是一種過癮的感覺 裡面所探討的主題反差非常之大 加上最後導演所使用的音樂我覺得相輔相成之下 使它的結尾令人非常的異常深刻 這部電影是非常好下咽的 可以說每個人看了都可以很開心 如果你想要去做深入討論的話 這部電影也有這一層的含義可以去做解析 會把它放在第二名最大的原因 還是因為我整部電影看得非常開心 好那第一名呢 是韓國電影叫做《分手的決心》 它跟分手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它的片名就叫做《Decision to leave》 就是一個很直接的翻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部 《犯罪》《懸疑》《心裡驚悚》 然後它的導演是《嫖戰瑜》 之前比較廣為人質的作品應該是《原罪犯》跟《夏女的誘惑》 那這次它的電影類型我覺得是不太同方向的 之前你想到《飄戰瑜》 你可能就會想到非常極端的劇情 也許是暴力 也許是有為道德倫理的 這次的《分手決心》我覺得是 比較著重在一個隱形的情緒流動的部分 這方面呈現得非常棒 而且它的電影細節非常的多 無論是從劇情或是鏡頭緣之中 都可以不斷的抽絲剝繭它表面之下的更多內容 這部電影對我來說 它的運鏡還有拍攝技巧或是它的角度 和其他電影比起來相較之下都顯得特別和華麗 如果你喜歡《飄戰瑜》導演它的作品的話 一定要看《分手的決心》 但是它跟分手沒有太大的關係 就是不要被拼命誤導了 然後還有比較引人注目的點 可能就是女主角是唐偉 女主角是飄海日 好 以上就是我2022年覺得最好看的四部電影 另外有幾部我想提一下 我沒有機會看到 但我覺得可能會不出看的電影 像是《所有美麗的寫語類》 《巴比倫》《親密》 這幾部片在2023年的時候會上映 那之後看完如果覺得不出看 我有可能會更動我這個名單 更動的部分我會在 Letterbox這個App上面去做更改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追蹤我的Letterbox 然後也可以分享你最喜歡的2022年前四部電影 我會在這幾部電影 我會在這幾部電影 我會在最好看的 感谢观看